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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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這一集 第四十一集,三個字已經結束 這一集 主角緊有什麼 張飛翼說 答覆組有,打到這一集 才跟你說 要結盟 可以的 如果結盟的話,就會拿到不止兵法 又是那些 加防禦力 那些 跟陸遜打 劉備在三角演藝中,當然是 非常看小 因為 中環半生 但是陸遜有一個 黃口如子 這裡 選人 要有特別的 選人技巧 怎樣說特別呢? 記住,第三,第四,第八,第九 和第十四 這五個人會在同一隊 安排在戰場的某個位置 他們很難跟大隊 會合 所以 一定要盡量讓他們 這個戰鬥群 要盡量選一些 其實都可以的 最好有些人可以幫忙加血 其他呢 就 就 照 再選 以及之前 請大家 準備好多 小小的 回復道具 這樣的話 就會令到 場仗 比較容易打 如果有炸彈 裝備一下炸彈 我可能 都會用一下 炸彈 看看有沒有需要 打下去 我記得 我第一次打 三個戰鬥群 我一直都 我第一次打 三個戰鬥群 我一直都不會買東西 我連去買回復道具 我都沒什麼可以買的 我等黃金 存到一萬 不再升 我都不用 所以去到移營之戰 其實是 頭一兩次打 完全是不夠打 完全不會打 打到後來 是 在之前的關數 就在保密庫裡拿了炸彈 然後扔炸彈 扔炸彈 扔死了 陸遜才能過到 即是第一次打的時候 那 好 看看 接著發生的事情 二零之戰 會是三個戰鬥群 結村裡面 其中一場最難打的關卡 其中一場 那你會見到 兩邊是分隔開的 和別人的兵力 很多 接著 起火 將 戰場藍和北兩邊 的軍隊隔絕了 和你的兵力 會削弱了 即是 都 都去 只剩下 大概25%的兵力 而士氣值都會減半 那你必須在對方殺到來之前 即是兩至三個回合 左右 在這段短時間 你要幫自己 最前鋒的部隊 可以加到血 那麼 那麼 下面那裡 你會見到 那個戰鬥群 只有五個人 那就 有 曉術師 加上 我特別在那裏 整個 整個涼車 因為馬良 可以幫忙補血 其實那裏我頂不了 而且你會見到 由於放火的關係 你是沒有辦法 跟下面的五支部隊 不能跟上面的那裏 部隊 匯合 所以如果你 不能夠 做到 即是 根本就是 自生自滅 只有五支部隊 那就看看你頂得多久 而你會見到 在戰場 南面的那裏 藍色部隊 你要五個人 就對付那裏所有人 所以是不容易的 那我就要派一個小術師 再加上 一個 涼車 再加上 兩三個 其實 戰鬥力有分 差不多的部隊 就在上面那裏 即是在下面那個 戰鬥群那裏 就 看看頂得多久 可以的話 就帶一下特級酒 等等那些 去加士氣 因為士氣值如果太低的話 就有機會被人打到混亂 其實五十 被人再打一兩下 都有機會陷入混亂狀態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在可以的情況下 盡量幫自己 前鋒部隊 加了血 加了士氣 直升 你就可以擋得住 比較好的 即是你會打 二型之戰 不是真的那麼難打 有 有少少緊張感 就是 由於火火的關係 那個的戰場 其實也是比較狹窄的 而由於比較狹窄的關係 你不需要有那麼多部隊 已經可以擋住了對方的進路 所以是 和他進來之前 有兩三回合 應該有足夠時間 幫你慢慢幫自己的 部隊 先加滿血 以及先加滿士氣 先 然後可以 持續性地去擋對方 二零之戰 會是 三國 演 三國 的正史 比喻為三大戰役 最後一場戰役 我還是說回 維基百科 找到的資料 也不太熟 對於三國 其實我對歷史 也不太熟 所以 對三國 當然很有興趣 不過 如果要和一些比較專門的 去比 其實是相差十分遠的 而 二零之戰 三國 歷史中 最後一場比較大的戰役 而雙方 但是 你不要以為很大的戰役 大家出的兵力就很多 其實都不是很多 以今時今日來看 真的笑得很誇張 屬國出的兵 大概是四至八萬之間 四至八萬之間 即是基本上 你去到今時今日 香港一個遊行 隨時都已經是他的 倍數了 即是一個遊行 都可能不止四至八萬人 那麼 稍後再說 這裡的五個人 其實都選過 有張飛 以及 即是 一個騎兵 一個步兵 一個 投石車 遠程攻擊 再加上這個 小術師 也是遠程攻擊 那麼 但是 如果你要小術師 做完 補血的話 其實就不可以 所以 就 有這個陣形出現 就是 四個人 兩個接近戰 一個就是超遠攻擊 一個就是 沒有那麼遠的攻擊 沒有 都是源頭攻擊 不過 就是猛火 或是 猛火 或是水計 其實不會 隔三格 所以 一個是超遠的 一個是 遠的 兩個是接近戰 一個是專門幫手補血的 那麼 用這個方法 希望能頂多久 那些維基百科資料 就是 當時熟國 都是 真正一出的軍隊 三國演義中 我記得 他就說75萬軍隊 但是 當然這些數 就 沒說的 哪有這麼多 當時 去到東漢 去到東漢末年 三國的初期 整個中國合起來 都只有幾百萬人 哪有可能一來有七十五萬兵 哪個養 你這些軍隊專門打仗 就算你團田也好 你 你有幾十 你全國 有 就是 你根本人口都沒有差幾萬多 尤其是熟國 只不過是 就是 漢中 和益州 兩個地方 是很小的地方 你是很難有 人口都沒有 沒有可能有七十幾萬 何況 兵力呢 其實實際上 當時的兵力大概是四至八萬 左右 而東漢的數量都差不多 但是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當時整個國家都只有 應該好像只有二三百萬人口 不是很多 香港現在一個地方的人口 是大 比以前 以前 東漢末年 整個國家的人口 差不多 記憶中 如果 有 很熟 歷史的朋友 可以 糾正一下歷史 留言 繼續 繼續 繼續加血 還有找一個地方 例如你看到上面 就是 縮在這個位置 人家最多只有兩支部隊可以打到你 但是你就可以有四至五支部隊去對付他們的前鋒部隊 最低限度在戰役的初期 由於他們騎兵和步兵 即是戰車部隊走得比較快 那些投石車 那些就 有排隊都還沒到 所以你可以在初期 先搞定他們 這些 接近戰比較強的部隊 然後 到他們的投石車部隊殺到來的時候 你可以反攻出去 主動打他們的投石車部隊 都可以 由於對方的部隊都 都來得快 所以 加到血就快一點加了 用少許道具都沒問題 尤其是上面 下面就難搞少許 因為 部隊數比較少 但是上面呢 部隊數比較多 其實上面的就安全一點 只要你加滿血和士氣值 上面就很安全 所以你 用了些 用了些道具都沒問題 尤其是我之前買了很多 就不同 我第一次打的時候 真的 撿到什麼 就是 寶物庫 撿到的道具 就是 就是那些道具 沒有買到 沒有買到 用具 但是呢 這裡就是 你如果 打 異形之戰之前 你 save了的話 那就 挺麻煩 因為 如果你 打不贏的話 那就 會 是一個 後面 過類 那 如果 你只有一個 save 而你的save 就是 一定要打 異形之戰 那就很麻煩了 可能就卡關了 那 你又可能參考一下 現在我這個打法 或者參考一下 其他留言的朋友的打法 那 我不是很 我不是很主動 上去打他 因為你主動 去打他 那些投石車 又有 那些投石車 又走得很快 下面那個 即是你看到下面那個 環境是更加惡劣 因為 對方 就 人很多 但是 我們的部隊數太少 但是如果你沒有 沒有那麼多 可以 補血的 部隊的話 那下面 其實就 更快死 那些部隊 像是醬包 那些 很快 好 那些 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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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下個回合先 基本上就是維持著這個陣型頂得多久 其實跟著下去 頂著頂著你會發現連綠順都走上來了 作為曉術師他很勇猛地走上前線 所以如果你想快速過了 趁他走上前線的時候衝過去打他就完蛋了 我第一次過到20之前的時候也是一樣 他就衝過來 然後我就... 咦...他就衝過來 我手上有個炸彈,我先炸一下 打他一下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找炸彈炸死他 因為炸彈的攻擊很高 輪班 這裡就是輪班 當劉備或其他人在前線被扣了部分血後 就去後方加血 其他人就繼續頂 然後把後面補血的部隊 就扔上來打對方的部隊和捱招 這樣就可以維持著戰線 在一段時間都不會被動搖 下面的情況都一樣 因為他... 尤其是你看到下面那裡 他現在這樣的情況只能打到你一下 最多都是用一下計 扣一下你士氣 如果你士氣值本身已經加滿 其實... 威脅一時間就不算太大 那就... 變成他直接打你一下 那你就... 有空就找涼車補血 然後... 小術師那些就... 過去又燒一下他 又打一下他之類 就很快過了 即是可以頂到初期 直到他們後面那些頭石車 拆兵 戰車 那些走上來 為止 原來是周泰 當然是他那個... 即是將軍 等級直次 相當高 寬章都高過六級 被他打兩三下就死了 所以要不停補血 那些人之戰呢 那些人之戰呢 那個影響就是... 屬國因為這樣基本上就是... 其實是幾毀滅性的打擊來的 因為... 你... 那場戰役呢 雖然說... 我士兵人數不多 5-8萬 但其實本身屬國的人口不多 但其實本身屬國的人口不多 所以沒有了5-8萬兵呢 其實已經是... 即是... 整個國家... 即是... 大部分的兵力來的 那... 在... 要令到屬國是... 之後要去打別人呢 就... 都很困難 那首先反攻在這裡 但是要加血啊 那... 我... 專門燒人家啊 不過... 這裡其實我有... 我不知道啊 其實... 不算算算得十分好呢 因為... 因為... 他現在只剩下六十多冊值呢 那麼... 燒得多少下呢 補級可以補九次 可以... 即是... 深正呢... 即是 即是... 燒進去真正呢 沒有一定要應付 mannequin 上面呢 其實就是陸遜都說嘛 總攻擊嘛 那... 總攻擊盪 vs 種ㅋㅋㅋ 在... 那個時候呢 瞄準 對方主將 陸遜拙呢 所有ассуд也會再選擇 那或是... 對,我想嘗試贏,不過也不太行 照計當然是拿去扔一些騎兵 但是我想想一下有沒有辦法可以這個回合搞定搬章 不過應該也不行,只剩下兩次攻擊機會 應該也扣不到 幫忙加下拳,然後劉比上 劉比打可能好一點,因為大家同級 只剩下八百多,魏妍應該搞不定 猛火未必能燒到他 嘗試吧 燒到,搞定 把高我六級的潘章趕走了 我雷同可以放到那個位置 但是放到那個位置就很危險 當然 加士氣直算 給他攻擊 異形之戰在打完之後 屬國的主役部隊基本上都沒有了 所以都要再去對抗 曹毅和對抗東吳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能力 不過始終屬國有諸國良在 在之後幾年不斷負責角力 可以發射車打到上來 這個位置 異形之戰其實很嚴重 主力部隊死了 然後 然後 防弓桶中了 他後面還有兩輛發射車 要搞定他前線的發射車也有困難 這裡要想想怎樣打 異形之戰那裡 還有那次戰役有很多 很多將軍 甚至是比較多經驗的將軍 都戰死了 包括 現在你在這裡 看到運糧 運糧車的馬糧 百味馬糧 那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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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家 那時候馬家裡面有五個很厲害的人 百味馬糧 最厲害 最強 但是 在異形之戰都戰死了 所以有很多的官員 很多的 將軍 都因為異形之戰而死 之後幾年國力其實很不可以 不過有諸葛亮幫忙頂倒 慢慢將國力扶植 不過你想想 去到 熟國的 即是再過幾十年 熟國才死 熟國才滅亡 去到熟國滅亡的時候 其實全 之後比較全城的時候 整個國家 都只有十萬 十萬兵 只能夠回復到全國有十萬兵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 十萬兵是要佈防在全國不同地區的 所以當時五至八萬兵 其實很多人 已經 這裡有點麻煩 因為很多部隊都被人扣了 在這裡 這裡也要加血 那邊也是 去找部隊去 殲滅對方的部隊 而且在一個這麼狹窄的環境之下,始終是比較困難的,需要一些計算 好,火龍計 中就可以了,中就再搞定一支近衛隊 下面這裡就更加麻煩了 王中的加不加血呢? 咦?不過... 可以了,先弄掉這支 應該沒問題 你不要說波子殺不到他 先殲滅他,然後就瞄準投石車來打 先燒他 900多 投石車... 不過投石車未必頂死他 所以都是妖韻王中 一定要清掉他 然後再用補給計算 幫他加滿血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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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安然度過了 這個...這個回合 還有幾乎滿血的情況 差點... 是打還是幫幫幫助補血好呢? 補一補血吧 不然被投射車扔多東西會死 差不多了,我們看看東吳軍隊的動向 仍然是綠巡華,後面整堆戰車部隊 高防的戰車部隊衝過來 有些會走到上面,不然會走到上面 如果全部都在下面 上下也有點危險 張飛只有39時器 因為被攻擊時器就會降低 射擊時器就會很低 低到自己暈亂了 然後拆兵最麻煩,因為可以打斜打 幸好有低攻擊力 還有我黃中美 高防 暈亂了 糟糕 這隻張飛始終是攻擊力最高 輸出最高 他混亂了,又要被打 很麻煩 要幫他加上士氣 後面暴煙又在殺 只有五隻部隊是不夠的 幫他加36 等到他回到50 但是沒有回復正常 最快應該要下個回合 看看 看看怎樣 還有三個蜜可以加兵 當是寶師用的 這些有鬼用 馬良的道具我們打算找他儲住道具 終於重混亂恢復 這個回合就打不死對方任何部隊 應該 繼續普及吧 下方戰線暫時就這樣頂著 希望這個回合不要被人殲滅下回合再算 要在沒有部隊死的情況下頂多久都不容易 上面比較好 因為上面只有這三個部隊加一個發射車 隨時打回頭就可以 但是前面的騎兵部隊在受過 受過把之後都要 都要被他輪回 要不就幫他加血 要不就回到後面那裡休息一休 補級一下再上前 首先這支騎兵部隊就活不過這個回合 做得好 現在打打打再找頭尺尺頂一頂就搞定了 找個低級別的頭尺尺 啊不對喔 頭尺尺永遠 不要緊要一旦一個 找一旦一個人去保保刀 走近 找完眼張去 一樣可以的 好,拉了黃瓶下來 先防守寶寶 應該是關輕頂到這個回合 防守寶寶 防守寶寶 下個回合又可以上前線 雷彤 至於雷彤也比較弱 雖然他也是騎兵 但相對能力直交易 雷彤 不理住了 嘩,他是很... 非常有決心地要先解決我 我不知道那個戰鬥群 因為有... 哎呀,糟了 我沒想過他竟然是走到... 發射車會走上前線 想要跟我一換一 打走了雷彤 下個回合又可以幫他 第一支損失了部隊 不過下面那裡還是... 這裡... 其實... 不太用怕的 上面始終不太用怕的 我一定搞定的 是差在下面可不可以頂到的 因為我下面那個戰線 我... 我其實隨便死一個 就已經維持不了了 人太少了,戰線會崩潰 拿走 立即把他拆掉一個發射車 還沒安全 暫時北方也不會再有什麼 這個回合我就反攻 看看我走出一點點 看看我能不能把他陸遜的兵過來 等下面打得好一點點 後面那堆戰車部隊再衝過來怎麼砌 糟了 看錯了 不是34士氣 士氣還有49 OK的 先搞定這裡 有時間去加他 加大家的血和士氣 先留給小傳 高等級高防 應該沒問題 是這個回合 不過這個回合要弄死這支騎兵應該就可以了 黃盟 打一打他應該 只剩1600還可以多喊兩下 好啦 只剩下一個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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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行動就是這麼多 看到其實對方 在上面挑戰 都沒有一些 兵的都不是很密集 不是很害怕 我一會兒走出去 看看能不能把他們的軍隊走上來 反而下面就比較危急 黃中多 黃中多 張飛也是 唐筒 你還要預算他會熬招 不然 退後 再退後 然後再打他 近衛隊 因為 即是被投射車扔一次石 應該 黃筒應該會撤退 但再被 賊兵刺一刺 就難說了 還有 我不知道他跟著 我打走了煙之近衛隊之後 他會哪個上去 即是究竟是 會 向左退的是 拆兵 還是那支騎兵向上 退一格 所以 移去一個比較好少少的位置 就加加血 跟著 黃中再打 孫乾 再幫手補血 再加滿 我想用補給計 但是 救濟計才可以加滿 但 他有機會被人打到 兩至三次 他可能騎兵加 賊兵加 投射車三下打他 如果我加不滿 隨時會 隨時一回合再撤退 所以 不要 嘩 又來了 暴煙 又走上來 最前線 啊 一下扣死 我沒想過 我沒想過 一下就已經 打走我 全部 全部1400多 那就 維持不了戰線 乖 乖 他不是想 他不是應該捉劉比嗎 為什麼 他 他想 他想殺章飛行 想殺劉比 他的兵力會去殺下面 所以 上面 反而 上面的戰線就很輕鬆 因為他也沒有兵 飛行 但是 他想有 他想是 看到 有 优优独播放 所以我向前反攻 特別是如果我向前先將右邊的部隊殲滅 然後再守著南邊的橋的話 有機會將對方所有部隊殺光 這是理想情況 這個回合只做一件事 就是拆了一支發射車 太大威脅了 但由於沒有想過他竟然這樣來跟我一換一 我寧願犧牲發射車部隊都要搞定我的 我的那支良車 所以現在只有一個寶師 就是彭筒 就是曉述師 是他可以幫忙加血 但又不敢不加 這樣就未必可以一個回合 打死一個 未必可以維持 還有 剩下43 刷律值 我想頂久一點 其實很難的 我沒有想過 那五隻可以解決對方所有部隊 你始終 都有限制 但是 綠順走了 如果他走下面 我就要走多遠路去找他 他自己走上來找我 就好 現在這樣 下面的五隻 部隊由於沒有動過兩輛 那 就 死得快一點 那 只差在可以頂多久 球都不要緊 贏都可以 看看 可以頂多久 可以令到他們沒有 沒有 沒有多幾多支部隊 不行啊 燕環就死了 用盡剩下的刷律值 一次過搞定 嘩 不行啊 這個 而且是戰車 應該很難一個回合 打死他 嘗嘗 不行了 剩下700多 再拿石扔他應該都 應該都不行的 好 扔他就扔不死 又未搞到後面那個發石尺 又未搞到後面那個發石尺 先扔我先 對 唯一好的就是這樣的話 不對 他的發石尺 可以打到我 不過我就打不到 小術師 下面那邊頂多久 上面呢 看看這個回合怎樣 弄好靈統 應該沒問題 應該 應該 要搞就能搞到 放手補血 打到 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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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少人 一口氣 一口氣 最好 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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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補血 一口氣 補滿了 可以只要向前,繼續衝 反攻出去 黃平在前面,拿少許經驗吃 幫忙頂一下,使用流鼻有未滿血,也要幫忙加一下 補一下其他部隊的血 好,先看看下面做什麼 打龐統2400頂多了吧 頂多一下都可以 可能馬良的頂合,等級值太大,所以一下子就被1460搞定了 哎呀 走得太前,弄得被隨勝舉了一下 魏妍 方 也有點麻煩 咦,這邊死了,中間被人打 朱賢 被他拿火龍燒 雖然這樣叫做抽,其實也不叫抽掉了 也不叫他讓對方抽掉了一支兵力 因為他原本也上不了前線 在後面排陰隊 都幾麻煩 還要在山上,所以被人用山紅計 幸好他不中 因為山紅計扣很多,隨時死 還要死 第十一回合 剩下7 8都還可以用火龍 剩下7就好像用焦熱 沒什麼計算可以用 先留住 還有還有一個道具可以幫忙加一下 加一下 這個回合會搞得死行當 我相信 好 這一下 那好吧 至少王宗可以幫自己加血 他剩下這麼少 這樣先上前線 有點危險 不過可能也要 搞不定 有中藥 差點忘記了 可以用道具加 不一定用賊量加血 轉為防守 這一個回合再算 捱過這個回合再算 跟著在上面 上面有陸遜 你看到 殺到近來 現在不顧一切衝過去 應該也會打死他 但一來這樣 就會 無可避免有些部隊會有損傷 對 對 二來在加 加自己等級 撈取經驗食 那方面 又不是一個十分好的想法 所以 怎樣呢 要不就把陣型移回後 以免有給朱賢 或者他再找那支頭石車 那些 還要拚 加上 又有山 對方可以用山洪雞 山洪雞太恐怖了 山洪雞可以一下 拚死 一些 得千多 那個威力 是比猛火 是比猛火 的 好 先回去後面 幫手加加燃血 下個回合再次 再調回去上去前面 跟著再把 騎兵 嚴難先 唉,我想炎蘭的攻擊力強一點應該會搞定,誰知道不行 那就...唯有... 沒理由他,誰有他在掛 加一加炎蘭血,因為他... 接著他會被火燒 現在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不反攻出來,其實就... 以日代路,當然更方便 有多一兩個回合的空間,連頭石車都可以加血 我...向前的,我不想走到山地 不想走到山地去算中的話,就有機會死 我不想再打一次 已經用了一整個小時 這一關已經用了一整個小時 即是... 無謂再打幾次 接著再用發射車上來扔 看看扔不扔 不過... 扣得比想像中少 應該... 應該扔不死他 所以走去扔一下豬尾 好,醒醒一下上面怎麼樣 咦,他又沒什麼 太好了 他走去用... 走去用計想燒我 然後... 錄信上來,他又不是用計的 他只是幫忙補血 變成了補師 唉.... 嚴蠻是氣色... 嘩,他這樣搞的 怎麼扔都可以 他專門怎麼打...不用啦 他又有了人幫他補血 哇,他1284,幸好他能力值比較低 否則不止那麼少 好,捱過這個回合 對方的進攻了 然後輪到第十二回合 又到我打他 最前面那個 那就麻煩了 因為打他不死 應該一個回合打丁鳳不死 起碼要兩個回合 只要他們不幫忙補血 才能夠咬 補血的話不知打多久 除非有炸彈 不過我不太記得 我這裡有沒有炸彈 然後飛 六百幾 但他戰車 所以就 未必趕走 未必趕走他 還差一點 不算 進去 我攻擊不到 好,燒焰 最後一拆 終於 終於 弄得到兵鳳 跟著 旁空都可以 旁空只剩下最後的價值 就是捱刀 幫手捱一 可能幫手捱一兩下刀 因為刀具就用完了 因為刀具就用完了 除了捱刀就沒有什麼特別可以做 上面這裡也很麻煩 因為其實是被兩邊夾攻的 是不是應該暫且退後 幫手 重偏陣型 寶寶血 會好一點呢 照計這樣就會好一點 明時已經受損到紅色 那些 更加要想想 這個會合不合得隨性 應該會有多一支 攻擊力高的部隊 要不然我不斷扔他 扔了兩下 900 再攻兩次 危險一點都要 找劉尾交給他 然後 劉封 劉封周上前線 沒什麼掃 他也是幫手補了 好一點 絕對就是那個 試一下 好一點 主要呢 希望打他 然後扣了他的兵 然後就 然後 陸遜呢 不要用計 幫他補血 然後就一直 去耗他能力值 耗他差力值 然後王萍呢 幫手加炎蠻血 然後 炎蠻 然後再上去 再打多東西 那你不保血不行吧 不對 前面 他後面有一堆 有堆 還有開闊地方 就讓他們 優勢兵日 還有金靈王 糟了 有點進退圍局 又沒有 那是 那是 今天 有 有 那是 有 我們 有 有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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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合對方的攻擊都很難捱 旁統那邊不用怕,旁統就已經沒用了 在山地跟他們打始終都不是好處 要想想辦法 可能退後會是好的 旁統άλ就已經輸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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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讓他們向後退 再引他們去草地 因為他們有猛獸部隊 有很多可以用 主要是因為他們有很多可以用 在山用的計 那些洛石和山紅 那些扣得太厲害 在那些地形跟他們打不著數 寧願退後 在草地上跟他們打 以免有部隊的損傷 原來我這樣反攻過去 一來就沒有想像中那麼好 二來又幫 二來好像不太能幫到下面 以為可以反攻過去 就可以引到下面的部隊走上去 原來是不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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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糟了 始終都是加滿了流風的 那些藍色 這裡就好嗎? 等不到多久 有水計,幸好不中的 到我了 預算三千多 弄不到 除非用炸彈 王中剩下六百多 剩下六百多血 不太能逃脫 那邊的威力究竟有多強 先找張飛打打他 其實打完只剩下三百多 而且我記得用炸彈炸完他好像是拿不到經驗值 因為 炸一炸,四根 好像最高可以扣到 好像最高可以扣到二千多 所以我用炸彈炸他 一定炸得死 那我可以兇了阿勒利炎出來 然後再幫忙加血 至少能捱到這關 而且應該捱到下個回合 跟著他們的行動 就未必有人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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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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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